因為最近關於政改和五區總辭的局勢變化這麼多 我就答應了一些網民今晚再講講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的很多主意都陸陸續續建於很多節目 但是第一是不夠完整的 為什麼要進行五區總辭和公投 今天我盡量concise在十分鐘八分鐘內將理據說出來 然後如果有時間的話再駁斥其他所有人的理論 我很相信我的說法基本上是implicable 是不能被駁斥的 我現在首先開始講 如果講熟了我這套說法 我相信你出去跟別人講是沒什麼機會不贏的 蕭坑說來聽聽 這個何要進行五區總辭和變相公投呢 其實是因為政改而起 我們大家知道政改的處境是怎樣的 現在的政治架構基本上就是1992年的時候 基本法規定的 就是在頭幾個普選 在頭幾次選舉 就陸續增加直選的席位 就增加到30席位 循序漸進 最終大致普選 這個應該到2008年 其實根據當日的大家的了解 而且根據錢學森 給英國外交部的七封信涵 是由香港人決定以後 是否普選 這個是外交部至英國外交部的攻陷 原理上是有約束力的 當然你可以反口的 原則上應該是我們香港人自己去處理 他說是香港人內部事務如 跟中國政府無關 後面是否普選 Anyway 我們不要說 結果 但這個我在上個禮拜的節目有講過 因為去到某點臨界點一刻 他發現香港的情況是難以控制 香港人民永遠沒有辦法純復 就是說 香港人會選出一個立法會出來 或者選出一個行政長官出來 是在某段時期 是北京不能夠信任的 這個北京和香港的有錢人 於是就頂住了政改 為什麼政改接下來十二年並無寸進呢 因為再過一些臨界點 就是去到他們失控的情況 香港真的變成一個民主體制 而這個是不可挽回的 功能組別在這個問題上是頂住很久的 頂住很久 為什麼人大釋法說明功能組別和直選要一半呢 因為如果再過一些 大家想一下 只要有任何危機出現 去到2004年那次選舉 就已經去到27席 如果直選多幾席 這個當日的民意再出現一次的話 喂 有權民主黨議員過半 民主黨議員過半 就可以制特首於死命了 但是蕭先生我又提出質疑 其實在那個普選上 泛民可以過半 一過半就可以否決預算案 否決預算案 你的政府就不能執政 就唯有解散這個立法會了 但是其實他們在普選上 他們有一些民建聯的支持 不是 民建聯有支持 我是說泛民已經拿著27票 在2004年那一刻 只是差三票而已 所以他才要死命擋住那一刻 北京是落盡所有力量 下來香港選舉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又出現一個 董建華這樣的特首 又出現2003年的情況 如果多十席直選 含一聲是不是過了 不是不好的 你看一下唐唐的嘴臉 可能是董建華二世來的 這樣就可以制特首於死命了 第二就是他很害怕這幫人 香港有錢人就吃了免費午餐 他又很害怕 說要付出政治代價 去找人支持他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香港那幫有錢人 和北京 其實香港那幫有錢人尤其嚴重 一定要頂住了功能組別的萎縮 直選的擴大 在特首方面 就是歸結到最終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 北京是有沒有辦法 可以否決某些候選人 Veto了某些候選人 這一點在基本法上 已經有復兵在這裡 就是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之後普選 意思就是提名委員會必要時可以篩選 但這裡又是去到一個難局 提名委員會篩選之後 交給市民去普選 我問你 泛民有沒有權拿到提名票 你這套遊戲規則裡面 如果泛民是沒有權拿到提名票的話 泛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 你明白嗎 泛民拿到提名票的話 一去到三百多萬選民選 就是他們會選輸 到這個時候 他又不肯說贏 這個 同樣特首 就陷入了這個兩難局裡面 正因為我們在這個deadlock裡 2005年 即是等於我說 切沙拉米 切一切 切到沒有切 再切就過了一半 於是2005年 就切了一些紙給你 包沙拉米的紙 你看一堆沙拉米的味道 加你不要蠟燭 即是加強民主的成份 切了沙拉米 這邊當然說 這些不算沙拉米 於是2005年就否決了 原因就是沒有時間表 於是 人大膽下 長期這樣否決也沒有辦法 永遠被香港政府 其實香港政府 是不停受到攻擊 變成跛腳鴉 於是就定了一個 時間表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有一個路線圖 因為 雖然答應了2017、2020 兩個雙普選 他是不能夠面對我問這個問題 最後就要答我問這個問題 是不是民選會佔了大半 即是可以控制到半數的議會 以及特首就是 泛民有沒有權 過到提名委員會 去給香港市民選呢 答不到 於是他就說 2012這屆就不要處理 因為其實不是他有什麼陰謀 而是他根本不懂得怎麼做 這個就是他一直頂著的原因 一直頂著的原因 他答不到這個問題 最後來講的問題就是這樣 那可以怎麼逼他做法 那我當然說了 於是 他現在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又將那個沙拉米的紙 切多一點點 哈哈哈哈 這次又是增加民主懲罰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呢 他還是沒有沙拉米紙 為了切多一點 就再給多一根紙 你問問問沙拉米 哈哈哈哈 再沙拉米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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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民主黨 他吃了假的東西 吃了這麼久 他還是這麼開心的呢 還是不爭取的 我不想這麼快開支 攻擊民主黨 我先解釋了一個大舌 給大家聽 好了 去到這樣 我是要問一個問題 你知道北京 一列了這件事出來 還有定了死硬的框架 2017、2020不談 功能組別和直選比例不變 還有什麼好談呢 就是說 你是實質上 你是無論如何 和北京和香港政府 都沒有什麼談判的機會 如果你遵守這個底線的話 這個就變成接近一個 take it or leave it的局面 好了 一個take it or leave it的局面 最多廢除委任制 反正都沒有票 或者將公司票 改成董事票 那又是老闆控制的 這是最大的這兩樣步 好了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面對什麼 這個方案 我問你 是應該通過還是否決的 是